有警示 有故事 这里是北方警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杨志 画面中的这名男子 名叫徐璐长 是九江市五宁县一家酒店的法定代表人 2020年11月的一天 他突然接到了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传票 才知道自己被人告了 原因是侵权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官司 徐璐长既感到惊讶 更觉得冤枉 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难道这几诉讼的背后 还会有着什么隐情吗 11月3号 原告张相礼 以侵犯作品著作权为由 将五宁县印象五宁酒店告上了法定 这个原告是一个五宁县本地的 一个比较知名的一个摄影家 那么他的作品也屡次在国际或者国内上获奖 而被告是一个五宁县的本土的餐饮企业 作为原告来说 他的图片被被告在其经营场所上使用 原告就提出了一个著作权侵权的纠本 张相礼 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 2019年11月 在一次与朋友的聚会上 张相礼意外发现 在酒店墙面上的装饰图片中 竟然不少都是自己的摄影作品 朋友邀我到那个印象五宁酒店去吃饭嘛 吃饭一看那大量使用那么大量的图片 因为不只一幅两幅 很多的包厢里面 包括他的那个那个厅堂里面 都用了我的图片 在经过一番仔细观察之后 张相礼发现 不单单是墙上的装饰画 就连有些餐具上都印着自己的作品 包括他的骨铁 那个骨铁是他每个包厢都要用的 那就是我最经典的一幅这个三水五零的照片 毫无疑问 但这肯定是秦权行为 知识产权秦权 咁喝点 呢 咁喝一下 咁喝一点 咁喝点